這就是這樣 其實是眼鏡,摘下來都看不到 這是我們公司的大概裡面的狀況 我們也有成立一些文化會館 就是跟新北市做一些觀光廠 其實大概都是高中大學段嗎 也有小孩子 對 然後也有一些高中職在做一些經營 只是說就是讓你大概知道 我們公司大概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做一些原物料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家的小東西 大概就是像底砲子的東西 你們的作品 也不算作品 這算是一個DIY的一些東西 像這樣子 這個是一些 像這是口罩後面之類的 喔 口罩在扣 對對對 那可以綁在後面 可以要求看大小的人 很可愛 對 那這個 大致上可能就是稍微做一下解釋 沒關係沒關係 我大概看懂了 沒有問題 這文化會館 介紹 很漂亮 那是幾個的那個 就是有一些 因為我們其實是做原物料 然後從植樓的皮革來講 就是這些是歐美的一些 就是有些台灣的或是 在台灣算是怎麼講 我現在講得有點明白 應該我要再講一下說 我們是植物丹尼龍的 我知道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還要去教師 我們在一起 我們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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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例如說像我們也是一個40年的公司 雖然有成長 可是畢竟來講 譬如說像有一些年輕化的東西 跟我們一些比較傳承的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衝突的 怎麼樣 其實雖然我們有做一些改變 在FB或是什麼樣的東西都有做一些更改 可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來講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盲點 到目前就是沒辦法突破有一些想法 譬如說像年輕的思維 有些可能利用網路上的一些播放 或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現在有發覺就是 以前這樣做是對的 可是現在這樣子做 我覺得我們在有一些想法上 沒有辦法去做一些推廣 那我們現在其實說實在 這兩年的景氣不是非常好 那我們是希望說怎麼樣去利用一些數位化的東西 然後來改善我們一些傳產的一些 算是文化啦 或是手作的東西 能做一些推廣 我講師的可能不是那麼好 講得很清楚 謝謝 很清楚 所以剛剛那個體驗館 是你們的一個 等於同事也是工廠 就是類似觀光工廠 對對對 是觀光工廠 OK 了解 但是就是 你說景氣是講產品的部分 還是服務就是來參訪 還是兩個都受到影響 都受到影響 了解 OK 對 那可是就是因為像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也很多客人 要不知道怎麼樣去做一些推廣 或是怎麼樣的東西 讓這些人 或是讓我們的移業額之類的東西 可以再做一些調查 理解 對 觀光工廠的話 當然尤其是上半年一定是受疫情影響非常嚴重 我們紓困大部分都是在往這些部分 有些到下半年有回來 那有些到下半年因為大家的注意力被別的東西帶走了 所以也不一定會回來 確實是如此 那我是覺得說 或許我們有這個行業待太久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思維商可能就會比較 就是在某些角度上 可能就會看在這裡 就覺得說我們要用這樣的方法去操作 那當然我們剛剛是做一些簡介 那這只是公司的營運方法 那我就覺得說看有什麼樣的 要什麼契機或是交流 那如果以你另外一個角度 像以你不是在我們當 就是原本在這個環境裡面的角度來看 你看到什麼 那你有什麼樣的心意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的可以改進 就是不是說改進 而是交流什麼樣的一些重疑點 讓我們可以有一點點 就是有一些光嗎 或是說讓我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做改進 我要講網路原生帶看起來應該還有比我年輕的人 所以其實我也不一定那麼有資格 我也是12歲才接觸到網際網路了 那所以更年輕這一輩 我想這個影片你們之前有看過嗎 對啊 那其實有什麼感受其實是可以分享的 像對我來講就是我如果是在我自己的螢幕 不管是這個螢幕還是這個螢幕 看到這個影片 我會覺得我前30秒吧 沒有任何一個讓我記得住的地方 就是說它沒有記憶點 我不知道我要記什麼 我不知道這個影片想要對我說什麼 那這個感覺我想年輕朋友可能更強烈 對就是在網路上面會看到一些短片或什麼的話 它前30秒或至少前一分鐘 可能已經會有一些讓你就是願意往下看的這些東西吧 這是很粗淺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要補充或者要分享 就是網路看了就會覺得 可能買東西看到就想買 對啊對啊 確實啊 這叫Code to Action 就是希望你做一個活動 今晚想來點什麼 對不對 你看我就記得 就是有記憶點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遊戲嘛 想來點什麼 想來點什麼 所以它有一個就是雙關性 這個雙關性你就會記住它 這樣 這裡並沒有結業配 我只是碰巧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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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只是碰巧想到 要不要學我 對 因為現在網路非常的發達 對 謝謝 對 對 那因為你在網路上看 但說實在是大家也看不出你公司的規劃到點大 因為大部分不看 所以我們很傳統的商店市的現場 還可以慢慢就出現 電商 是的 我們公司也成立了一個電商在做 因為電商 大家知道大部分都會知道 我應該要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 關鍵字 很多是講一個故事 在台灣主要還是靠講一個故事 譬如說MV 電視的LINE 等等 後期我們公司也是有一個申請政府補助來做ARP 我們想說 我們既然是做這種手工業的東西 如果說讓消費者團今天可以藉由網路上可以看到 如果從原料做成到一個成績出來 藉由這樣都嘗試的來推 會讓消費者團今天沒有到現場來做的時候 他也會不用請老師他自己 這類似一個文化的傳承 至少讓他知道這個怎麼來的 這很好啊 但是因為現在好像大家在府上大會不會這樣做 就變成說競爭就非常的激 當然啊 我想說 因為這大概也是這個 海底相關產業出社 有沒有什麼樣子 畢竟我們也是小公司 沒有很多的一些資源 去應用一些比較新的一些 一些IT的這個東西 對 有沒有什麼樣子建議說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還可以再得完做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主要還是要有一個值得傳播的故事 值得傳播的概念 讓看到你的訊息的人 願意分享給至少一個人 那這樣這就叫做viral marketing嗎 病毒式的行銷 現在大家都知道R值嗎 就是平均一個人會傳染給多少人嗎 這個在病毒上面 身體的病毒上當然是一件壞事 台灣我們就是要把R值壓到E下 但是當你在行銷一個概念 一個理念的時候 那個R大於E是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R沒有大於E 你就要一直講 你要一直付廣告費用 你要一直推送 但是別人還是無感 所以就變成你每次操作一波 確實會有一波顧客 可是這波顧客 不一定是回頭客 而且主要是 他就算真的覺得你品質很好 因為我相信你們品質一定是不錯的 但是他不會推薦給別人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要花第二筆第三筆的行銷預算 所以在以前我們是靠口耳相傳 對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的鄰居 已經不是住在附近的人 而是對於特定的關鍵字 或主題標籤感興趣的人 所以鄰居的概念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你還是要想一些 讓他願意告訴他的鄰居 的一些點子 那一個好的故事 我想是必要的 所以不見得說一定是要從這個餐廳 在電影上去做這個故事 當然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也可以是 為什麼你要投入這個工作 或者說這個工作對於社會或環境 它帶來什麼好的影響 這些也都可以 因為我們公司大概做了四十年 其實就是希望說 我們也在希望說 能有一些教育傳承的概念 對啊 讓他們知道 可是有時候就是 可能我們是比較傳統的一些傳產 可能有時候會做比較 就是可能會做 可是在那種不取 就是直接對外的那個 行銷概念不是那麼強 是啊 是啊 對啊 所以可能 因為通常小公司就是 沒有 人員配置就是有些 當然 那就沒有辦法說 把我就是 有個預算幾個條件 或甚至幾個 嗯 類似像這個樣子 理解 理解 不過之前的像那個 冰桶挑戰 就是劍動人協會的 那個也不是什麼 專職小編網紅 它就是一個想法而已 就是一個人點名三個人 你如果不往自己身上 泼一桶冰水還錄下來 就要捐錢 對不對 我一句話就講完了 對 然後這個 一開始是美國 後來傳到英國 後來變成全世界大流行 對 所以就是說 你說中間它有沒有請專人 去一一回覆 可能真的沒有 它真的只是一個字 叫做 Ice Bucket Challenge 那翻譯到我們這邊 叫冰桶挑戰 嗯 對 那其實像這個主題標籤 主題標籤 Hashtag 的發明人叫 Christmasina 但是其實 除了我們圈子裡 沒有幾個人知道 是Christmasina發明的 因為它已經不需要自己 去維護它了 所以我覺得 要有一個這種 類似像倡議 的這樣一種活動 但你說有沒有商業好處 我想 劍動人協會真的收到 不少捐款 對 那也是真的 對 想說 想說 如果我們的話 因為我們在 就是在這個 行業 就是有一陣子 然後會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 非常 傳統的行業 對 然後就會覺得 太傳統了 而且這個東西也不是快速消費 對啊 就是一個 你拿到手 你根本沒辦法再 用衛生紙 你一天就可以 幹嘛就可以用掉 你不知道 可是皮根本就不是 而且沒有基礎 你還動不掉它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 因為我們是不同群 我們是不同領域的人 然後就想說 如果是不同領域的人 來看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你們會對我們這個行業 有什麼新的想法 或是對這個材料 應用 或是你們會有什麼 新的就是 比較跟我們不一樣 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叫印第安 對不起 因為我英文以前 非常不太好 因為認為說 美國是印第安那個 提標 我事實先請自換名的書 所以也不知道印第安是印度 印度 就是印第安 所以後來對陸委說 你們這是印度出來的嗎 對啊 不是 是台灣 現在我們本來兩三年 也不是原住民 不是 都不是原住民 來兩三年 是比較原野 有原始的感覺 這個名字在美國就不行了 喔 因為這個是他們類似 就是原住民住保育的一個名字 對 那如果就是 不是原住民用 是有點像挪用的這種感覺 對 可是我們最早之前是希望 因為它就是屬於Nature 就是自然 很純正 就是那時候我們都會想到 之前想說 用印第安的感覺 就是因為它是來自自然的 就是很晃 好聰明 變成手作的意思 DIY說 我們在美國會改成那個 那個DIY的那個 DIY的形象 對 OK Handy Call 對啦 就是說 新的在美國 因為有點像說 如果你去 對 就是轉90度 很可愛 因為我們也是印第安 也是大概前幾年 前幾年去外面展覽的時候 才發現 對 原來是這樣 因為可能在台灣 對啊 你出去說自己是台灣公司 可以嗎 你出去說自己是台灣公司 好像就不一定那麼可以 台灣族可能就要跟你算帳 對 所以 這個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也是一個 一個形象的轉換 就是把它變成 從 比較 曠野那種感覺 變成比較 親切 就變成手座的感覺 對 本來就是DIY本來就是手座 對 對 但是我們台灣的教育系統裡面 從我創業40年到現在 也蠻堅強的走過來 但是我們本來DIY裡面就很做 我也聽懂你的意思 歐美DIY他們是很傳統 我聽得懂你的意思 所以這一點 但是台灣已經發展得不錯 很多人都對這方面有那個 那我是想請問一下 請說 這個 我有一個idea 我們台灣有很多世界各國的年輕人 來台灣學中文 當然 很多 華語 對 以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在台灣已經發展有一個經驗 know how出來 那台灣本地市場很小 那競爭激烈 那我們 我很想開花一個平台來說 讓很多世界各國的人來 那我們跟他們合作 回去的時候 就也是利用這條線去推銷 然後也是台灣的文化 有點像一方面語言交換 那二方面也是培養你們的 可能是marketing 對 對對 不過這個現在就是外國來台的朋友 現在已經 就即使在疫情階段 還是有嘛 我們有很多外國客人 俄羅斯啊 歐洲的啦 對 來台灣避難的很多啦 說實話就是這樣 對 對對對 對 對啊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問題嗎 問題比較是說 你怎麼樣 讓他認同你們的品牌價值 對 但是我們 我們校經理有談 小公司資源比較有限 對 那是不是可以請教說 如果要用一個 做一個平台 去 類似UvoE這樣 就是說我們 很多來我們 或是我們教師跟他訓練 然後去的時候 你要學這個 在這個平台上面 哪一個地方可以找附近 什麼技術什麼這樣 那相同的在台灣發展 每一個國家也可以這樣去copy 這個整個這樣的形式 未來的那個 因為AI什麼跟我們發展 我一估是會越來越 大家流行的時間會比較多 當然 那就是自己動作 做不一樣的這個事情 應該也是一個可以預期的 開發的好市場 怎麼樣 像這種平台 我們是 目前是很 對這樣的話很陌生 對 所以是不是說 我聽別人講說 可以在印度 哪裡請人家幫忙寫 還是怎麼樣 台灣以前 以前我2014年的時候 有接觸過一些朋友 他們有做類似的平台 他們叫Maker 所以以前有過一個VMaker平台 現在可能還在 V還是V V Virtual的V VMaker的平台 現在可能還在 那Maker他們其實也是手作的意思 但是它會加一點 就是有點像是雷切啊 3D列印啊 這種比較現代的一些手作工具 上去 不是純手工啊 還是有一點機器的部分 但那個機器不會 非常像CNC那種 你要學很久才會的東西 很簡單 是大概一個下午就可以 學會的部分的機器 對 所以Maker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社群 如果去找一下附近的Maker Lab 等等的話 那也許可以把你們的這些 教材教法 跟他們現有的社群去做結合 那Maker或者Fab Lab等等 都是在做類似的 他們不會把自己叫手作 因為他們是也有機器一起做 但是跟你們的想法是很像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不是都完全都是手作 對啊 就是大概一半可能也需要一些機器的工作 像有些啊 目前也有做一些雷射雕刻在皮點上的感覺 當然也可以手作 只是說這兩個東西是可以相輔相承 對啦 我覺得對外國朋友來講 就是他有一些手的質感 他當然很喜歡 但是做苦工大概也不願意念 有些自動化的部分 還是可以交給機器者 是 是 還有 其實我們的 就是皮革原料這種東西啊 它就是天然物 所以我們其實在銷售上面 比較常遇到問題 其實大部分的科技問題 都是關於就是物料瑕疵啊 尺寸上的差異 但是 因為這一點就是在於就是現在比較 以網路為行銷方式的那種 網路來講的話 就是會比較難克服這個部分 所以 就是 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想法可以 就是可以這樣少過 可以知道這一張 對 太低了 就跟那個農產品的顏色 就是我們就是這種 產品規 對 產品規 規格 就是葉劑來的農機的東西 沒辦法 去做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大概大部分這種問題 還是都是靠人工具解決 就拍好多的 但是量大的時候 就非常的 OK 如果只是品管 就是說 你給有經驗的師傅 完全看照片 他就可以判斷 不需要去摸的話 這個目前是有很多解決方案 但是我聽起來好像不是只是顏色 對 皮是自然的東西 對啊 哪一張都不一樣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V to C 假的 就是這一般的客人 然後是希望 就是像有些學生 或是一些 我們是希望把這個是普及化的 讓他可以接觸到 這種是那一處的東西 然後要用可以用很久 不要用放到泥土裡面 會被分解掉的東西 所以 是一直想說 讓他們明白 天然物沒辦法像那個 完美無缺的塑膠皮 一樣 不過這有點困難 對 因為就像我們戴的口罩 也是塑膠製品 有一些東西就是 就是塑膠它的性質滿好的 那當然也有污染 也有什麼別的問題 但是就是大家還戴著口罩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某些特定的用途上 確實一下子要替代掉塑膠 不實際 但是可能是 某一些比較像是 像Maker 他們注重的是 做出來的每個都有個性 就是每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不一樣 不是一件壞事 反而是好事 就不是標準製品 的這種情況下 那我覺得這方面 反而劣勢可以變成優勢 但如果你是純粹功能性 要去跟塑膠拼 非常非常困難 對 其實因為我們其實強調是那個手感的溫暖 對嗎 很手感的感覺 因為現在外面做的大量的產品 其實是非常多 那當然是有些只要錢就可以買得到 那為什麼我們會強調一些手作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 你做的這個東西 當下做的是給誰誰誰的時候 你有參與其中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教了很多類似 那種小朋友 或是讓他一個參與的感覺 我也是希望讓他用手的溫度 比如說送給 雖然是看起來醜醜的 可是隨著他長大之後 那個樣子 你再長大再來 要用那個小時候 有點像捏桃一樣 因為你長大了 手就變大了 你也不可能捏成那樣子了 確實如此 所以是想說改變一些想法 當然每個當然說 我當然知道說 所有類的東西 當然以我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覺得說 都各有利益 只是說看怎麼樣去做一些改變 會對我們這樣子更難 對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是說 以參與式 而且有客製化的這個方向來做 那我會覺得說 他的參與等於越多越好 有點像是很多人喜歡玩模型組裝 那其實他的那個塗裝啊 什麼東西 會花非常多力氣上去 但是為什麼 因為那是有點像畫畫一樣 就那是一塊畫布 到最後會變怎麼樣 其實他的決定權很高 那再來如果你們現在的這個 等於有點像半成品 就其實你們決定的部分 還是比他決定的部分 多那麼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好像 他的參與感還是沒有 就是從頭去 裝一個什麼鋼彈模型 什麼什麼 要來得高 其實因為我們材料 半成品只是一小部分 其實我們是以原物料為 就是整張品 對啊 所以可以讓他去 就是各種不一樣的可以做產品 對啊可以考慮說 就是讓他的參與度再高一點 這也是另外一個想法 是 是 好 可以想想 對啊 因為現在不是在疫情的時候 很多的企業或是會倒掉嗎 然後很多人會 直至倒掉 然後很多人會轉向 就是 都在虛擬的通路購買 或是在虛擬的通路就是 滿足自己的虛擬 所謂無接觸經濟 對 對 然後那你覺得 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在文物商 那後面的發展 不是你覺得 它會增成什麼樣子 不過我想疫情會過去 所以我們再過 不知道 三個月左右吧 四個月左右 反正疫苗會出來 那疫苗出來 那明年半年 最多一年的時間 那大家還是會回到那個 就是比較多人 可以面對面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只是 單純的知識上面的需求 就我要學什麼 那確實你到了網路之後 你可能回不來了 因為發現在網路上學 就是你知道 老師比較有耐心 因為你可以按暫停 讓他講五次 你面對面 老師講五次 絕對受不了 有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真的是網路比較好 或者是說開會 大家大老遠的來開會 發現不如只拍一個代表 來其他用視訊 真的啊 因為真的也差不多嘛 沒有差很多 而且見面戴口罩 其實反而看不清楚表情 視訊看得很清楚 對 疫情確實是翻轉很多這種 知識性的事情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後面 所謂有溫度 那是感受性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透過網路來取代 而且大家會更渴求 其實你看我們這邊 疫情稍微趨緩之後 多少人跑去同湖 多少人跑去其他的離島 就是把本來會去沖繩 或其他地方的能量 全部都投入國旅 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還是很渴望這些 嗯 所以你認為說 像這種傳點 傳統的這種 店面的這種 應該還是 他有一種真的 冰質如歸的那種體驗 他覺得說 不只他被這個空間所改變 他一定有學習嘛 他也可以參加創作 改變這個空間 等於雙方互相改變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當然線上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他以後也可以說 我有留一些東西在這邊 將來還是會 虛擬跟這個司機還是會併存 絕對是會併存 那虛擬不會一直在增加 因為知識性的部分 那這個真的是數位比較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是還是一些 譬如說課程還是要錄起來 對 因為你錄起來也沒什麼成本 我們錄影集就放這邊 也沒什麼成本 對啊 他就順便就錄起來了 對我們來講還是在聊天 算是直播嗎 沒有沒有我們就是錄起來而已 那但是之後就是 大家都OK的話 我們就會放到YouTube上 就剪裁這樣 對 我們其實通常都是放全文 就是全部會放YouTube上 那如果當然你如果覺得說 有某一段或是前面的介紹的部分 就是你想要拿掉 那也都可以 是尊重你 但是就是我們放出去之後 也有另外一個好處 可是真的遇到你的時候 真的很緊張 沒有沒有 還好啦 講不出來要講什麼 還好啦 對啊 因為真的有時候 然後在一些不一樣的思維上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 能希望能更年輕的一些 能接受我們一些比較傳承的東西 那當然手的溫度是應該 當然我個人認為這應該是要有 很重要 對 那重點在說 譬如說像我們有傳承 也希望有一些教育的方法 能讓那些小朋友知道 很快速的了解說它是什麼樣的概念 其實因為像台灣其實有些設計 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其實有時候就是原物料的 用錯的方法 如果你用了一個 比如說比較適合的一些 適當的一些原物料 然後去創作出來的東西 其實它會更有質感 更有一些就是我們台灣的創作力 那我們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也有跟一些 比如說所做的鞋子 跟所做的一些品牌 就是在做一些創作 就是說我有發覺就是 可能我們也是做40年 有些可能比較傳統的一些概念 可能之前都做OEM版本 可是一些行銷的企劃 我們並不是很在 所以雖然是上面是這樣子寫 雖然上面螢幕也是這樣 可是你上面也有講30分鐘 雖然是我們已經很努力自己做了 可是我有發覺就是好像真的還不是很在 對啊 那你有就是剛剛你介紹那幾個 是可以做 對 是一些方向 可以方向 那他們那邊有一些就是可以配合的人 我是覺得主要還是 你自己的那個品牌價值 那個品牌故事或者是 那個類似於冰桶挑戰的那個 我們叫做呼籲要做什麼行動 這個真的要先有 對不然的話就是從你的合作夥伴的角度來看 他的認知成本非常高 他要付出非常多的時間才能了解你們的價值 是 對 那就像冰桶挑戰 我剛剛一句話有沒有10秒鐘就講完了 對 所以你要先到這個程度 其他才比較容易 所以好 我覺得可能才要再討論 可能要想一想 對 對 對 這個 這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值得傳播的方向 因為現在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你讓他認為說 他在裡面有一些他可以進來的空間 所以你不用給他一段很常說教的話 他只要一個基本的想法 他就可以在後面又加上很多自己的想法 你講太多 反而他沒有什麼講話的空間 結果他就不來理你了 因為他可以講話的地方很多 對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進入這個 你應該說這個手空的門檻在降低 可以考慮喔 對 其實很多Maker空間就是正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也許你先放下你自己的身份 就當做一個一般體驗者 去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這也是另外一個想法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做人 我在想說 我沒有電子檔就好了 謝謝 我這個環境少一點負擔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